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来就惹怒了小兰 另一位偷猎者汉斯还算正常 至少知道自己有求于人态度要放好 两人想找一位狩猎向导带他们去抓黑熊 小兰一听自然不乐意 我连自己的另一半都能举报了 你俩又算得了什么 看到小兰准备报警 麦克立刻掏出手枪 一枪要了小兰的命 随后二人找到了小兰的伴侣杰瑞 出乎二人的意料 杰瑞竟然是女的 更令二人感到震惊的是 杰瑞曾经当过兵 并且还和汉斯同属一个步兵团 汉斯正是此团的上校 某次战役上 汉斯下令轰炸敌方领土 被敌军包围的杰瑞因此得救 有了这一层关系 杰瑞便不再拒绝 立刻带着二人前去狩猎 杰瑞在一个废弃的气象站里 发现了黑熊的踪迹 根据踪迹推测 黑熊离开这里应该不超过六小时 这间气象站之前是孩子们的天地 后来不知为什么开始闹鬼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失踪 这里便被彻底废弃 为了安全起见 汉斯决定去外面巡视一圈 杰瑞和麦克则留在这里安装陷阱 麦克觉得汉斯是故意偷懒 因此非常不满 看到这一幕 杰瑞突然开始挑拨离间 不但谎报了黑熊器官的售卖价格 还直言麦克就是个工具人 干着最危险的工作 却拿着最少的酬劳 不如干掉汉斯 我俩五五分杖 本以为麦克会反水 结果没想到他和汉斯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杰瑞 杰瑞这点小把戏 对两只老狐狸是起不到效果的 离间计不成 反而暴露了自己 就在麦克掏枪逼问杰瑞此行的目的时 附近突然响起了奇怪的叫声 寻声而去两人进入了仓库 仓库里有大量的婴儿尸体 婴儿的哭声和怪叫声此起彼伏 宛如人间地狱 两人发现不对 准备退出仓库 一回头 只见一名迷路的小女孩堵住了去路 二人比较谨慎 第一时间测试了小女孩的体温 没错 这个小女孩的确不是人类 之前看到的袋子也都是怪物的卵 此时杰瑞主动现身说明了一切 其实汉斯并没有救下杰瑞 他当年为了给敌军造成毁灭性打击 不顾战友的性命胡乱轰炸 虽然没有直接炸死杰瑞 但却让杰瑞受到了辐射感染 导致基因变异 连怪物都不敢吃他 于是他和怪物和谐生存 甚至最后变成了怪物的保姆 迈克一看这阵势 立刻表示自己是局外人 好你个人面兽心的汉斯 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迈克本以为 反水表忠心就能活下去 谁知杰瑞并不打算放过他 逃跑过程中 迈克踩到了之前安的夹子 眼看怪物就要杀到 迈克为了活命连夹子都不取 一心直想着逃跑 好不容易逃回杰瑞一家 结果却遇上了变成怪物的小蓝 由于这里只有小蓝一个怪物 迈克拼尽全力的话 还是能够搞定的 杰瑞刚才说 这些怪物是吸血鬼 照这样看 怪物肯定害怕阳光 只要撑到白天就没事了 然而赶来的杰瑞 却告诉了迈克一个坏消息 阿拉斯加有一种 叫做奇业的自然现象 而迈克所处的这片区域 正好是阿拉斯加的奇业区 太阳至少要等到两个月后 才会出现 难怪都早上十点了 还不见天亮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第二个故事叫 至死不安 为了成为上位者 老鲁什么多元去做 哪怕是杀人放火 他觉得这个社会充满了黑暗 好人永远出不了头 只有坏人才能掌控一切 如果罪行败露 老鲁就会去找医生朋友 请朋友帮他整容 这样他就可以换一个身份 继续奋斗 可是这次不一样 不知是谁给妻子 弃了一封举报信 信中揭露了老鲁这系列的罪行 老鲁猜测 寄信的人是朋友 但朋友和他是一条神上的蚂蚱 告发的话 朋友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既然妻子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事 那就只有干掉妻子了 朋友认识一些杀手 杀手们做事干净不留痕迹 还会伪造现场 老鲁没有其他办法 只好答应先将妻子干掉 结果没想到妻子在老鲁开会时 突然打来电话嘲讽 说老鲁请的杀手太垃圾 要不了多久 警察就会知道这件事 听到这话 老鲁立刻驱车往家赶 好不容易成为人上人 步入上流社会 还利用慈善事业树立了形象 可不能让妻子给我毁了 老鲁本想一回家就立刻干掉妻子 可没想到 朋友竟然躺在老鲁家的地板上 此时老鲁才知道上当 朋友和妻子早已勾搭成奸 原来这一切都是二人的计划 二人要求老鲁自杀 并写下遗言 这样妻子就能继承老鲁的遗产 老鲁本想用闲话来拖延时间 但朋友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不过老鲁还是想到了 激怒朋友的办法 趁着朋友没有防备 老鲁抓住机会展开反击 瞬间扭转了局势 关键时刻 妻子突然出手 再次将局势搬了回来 于是乎老鲁就这样 命丧妻子之手 朋友对妻子的行为很不理解 你干嘛非得用交相干掉老鲁 这样我怎么伪造现场 万一这一集里的警察 不是傻子怎么办 老鲁的灵魂还未离开身体 因此可以看到 两人如何处理他的尸体 两人谋划了一会儿后 终于想到了处理这件事的办法 那就是藏好老鲁的尸体 让警方误以为 老鲁是为罪先逃了 两人脱尸时 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敲门的是老鲁的秘书 老鲁离开公司时脸色不对 秘书不放心 因此便过来看看 二人按照计划 假装没见过老鲁 老鲁之前当着所有人的面 与朋友通过电话 当秘书问起这件事时 朋友便一脸惋惜地说道 老鲁似乎是犯了什么事 之前还有FBI的人找他问话 妻子从秘书的眼里看出了奸情 因此猜测 老鲁和秘书的关系不正常 这下妻子便可以问心无愧地 毁食灭忌了 这点妻子确实没猜错 开了很久的车 朋友将老鲁的尸体运到了深山老林 出乎意料 此时的老鲁已经进入试疆状态 朋友无法独自将老鲁搬出 正当妻子嘲笑 老鲁终于能硬食 拿着枪的秘书突然出现 这下形势再次逆转 秘书刚才觉察到不对 因此抢先一步 躲进了车子的后座 秘书本想打电话报警 结果没想到 警察局的线路竟然被全部占满 趁秘书不注意 妻子偷偷掏出手枪 一枪结束了秘书的生命 子弹透过秘书的身体 飞向了后方的老鲁 老鲁的脊椎被打断 因此倒在了油门上 车子瞬间启动 朋友和妻子来不及躲避 当场毕命 等警方赶到时 老鲁的灵魂依然没有离开身体 他还是能够看到东西 也能感受到疼痛 至于妻子和朋友挖的坑 则留给了他们自己享用 今天的两个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我们下次见